你看当我点2021年 他没有反应 对不对 这就是不管你点哪一年 他都是讲这样子 好 控制据按住 点台中 这边台中 点他 他是不是就把中部的相关的县市 呈现在这边 对 这就是我们要的 可是 我唯一觉得就是 他这里面这张地图 是不是还有大小的控制 好 那请问你 你要放什么 你要放线市 你要放什么值 应该 我们是不是也要算出来 那个线市的平均 对吧 请问一下 我这大小 我放全国 我放 那个年 这个叫做什么 医市机构 医市机构 还是院所指标值 应该都不是吧 我是不是应该算 算那个平均值 什么平均值 各线市的平均值 可以吗 有没有听懂我的意思 我们早上有用过区域的平均值 像这一张 指标平均值 指标平均值 可以吗 好 那请问你 他要怎么做 自己写韩式了 听得懂 好 好 假设我们先 就用那个院所 院所加总起来的值 然后再取平均 可以吗 因为那个这个县市 是不是有很多医院 医院把它加总起来 是一样的 我觉得是可以用的一个概念 反正就是这个这个里面 我的大小 我会希望它能够呈现 各个县市是不一样的大小 所以我就要把这个县市里面的医院 这些值加总起来 再除以有几个医院 好 来麻烦请吧 院所这个这张图 地图 院所指标值 拖曳到大小 然后麻烦请改成平均 好 我们先不做平均 我们先用加总 你知道这加总代表什么意思 这个加总所代表的意思就是说 这边有些医院 这边有些医院 就是每一家医院把它加总起来 好 可是这样子的一个加总值 我觉得不太适合 不太适合 它会随着你知道台北所有的大型医院 百分之80%都在台北市跟新北市对不对 所以基本上这样算法是不对的 所以要把他这个院所的指标值改成平均 好了 就是为了让你们去观看 所以你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这边 这个基隆市 基隆市 有看到 好 他这边还蛮大的 甚至还比什么台北市来的大 新北市 桃园市更大 好 可是这边有看到吗 嘉义 嘉义县 嘉义市 其实蛮大的 好 我们来看2021年 请点2021年 有看到吗 2021年 如果以县市地区来去看 是这个地区 这个叫做连江县的 这个是什么 这个应该是马祖是不是 对 连江 那个澎湖我知道在这边 澎湖 好 可以吗 然后 接下来 接下来 那假设 我今天我只关心我们这个地区 所以 控制界 点选 中区 业务组 所以我们这样一看就说 嘉义不大 嘉义不大 我最欣赏的一个 那个 卫生 局局局长 就在江华界 你们应该知道这是谁了 好 这个人 这个台中市 这边 他的院所指标值的平均是0.12 这是这么多的医院里面 他的平均值是0.12 那这边 那这边呢 南投线也蛮高的 0.1 可以吗 这是从县市的角度来去看 这件事 请问一下 讲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 可以哦 针对他的那个成效分析 应该可以了解到这边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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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